另外是屏東縣府日前也公布有新北情侶個案到小琉球玩的足跡 只不過由於這行程景點實在太多了 四天之內有二十多個足跡涵蓋了小琉球的知名景點 以及網美餐廳 這樣的確診者足跡圖現在也被網友歪樓了 直呼說這行程比旅遊書更有用 根本就是旅遊指南 宣傳車不斷放送 全島大傾銷 情侶檔的足跡也曝光 遍及小琉球知名景點跟餐廳 我們這有去的足跡 所以有一些業者都已經自主電修 然後也會做我們衛生所那邊快篩 擔心是一定會擔心 但是我們這幾天都有全島在做快篩 這隊情侶檔四月一號搭船到小琉球之後 先吃針腳再到網美餐廳拍照用餐 隔一天到當地人必吃的老店吃早餐 接著到花瓶岩浮潛 又到大府渝港旁的沙灘待了一下午 再到人氣手搖引消費 四月三號再到當地的熱炒店吃晚餐 還不忘買一份人氣熱狗堡 四月四號再到網美景點拍照打卡 總計在小琉球四天時間就有20個足跡 涵蓋知名小吃網美餐廳跟熱門打卡景點 不少網友歪樓說一堆旅遊書都不及這一張確診足跡圖 還有人說感謝分享行程範例暑假就照這個足跡走 不用再傷腦筋拍行程了 小琉球已經爆確診足跡 但是還是有不少人登島遊玩 有遊客怕搭交通船 想要避開人潮 乾脆包遊艇到小琉球 而縣府也不斷宣傳 希望居民都能出來篩檢 希望能夠阻止疫情擴散 記者林安平 評論報導